这起纵火袭击案 星期三发生在罗马一个罗姆人营地 事发时附近居民先是听见一声爆炸巨响 紧接着就传出凄厉的尖叫声 不幸葬身火场的三姐妹分别只有四岁 八岁和二十岁 事发时正在熟睡当中 一家十三口不久前才迁移到这个社区的营地 挤在一个小房车内 没有想到却发生悲剧 警方从邻居口中得知 当地居民不太熟悉这个罗姆人家庭 而幸存者宣称 近期不断受到社区居民的恐吓威胁 而在上个星期附近也有房车遭人纵火 旧床吉普赛人的罗姆人 遍布欧洲各地 由于是经济移民的关系 长久以来活在社会边缘 一直很难融入社会 经常遭遇排挤和歧视 时至今日 尽管自由平等口号响彻云霄 罗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显著提升 尽管自由平等口号响彻云霄